从去年7月起呢 韩国开始推行每周最长52小时的工作制 这是自2004年韩国实行双休日制度以来 劳动市场上发生了最大变化 而目前这一制度已经推行了一年 韩国企业的员工们感受到怎样的变化呢 新的工作制是把员工每周工作时间的上限 从原来的68小时缩短至52小时 也就是在法定每周工作40小时的基础上 加班不得超过12个小时 在首尔市中路区这家韩国食品企业的总部 每到工作日下午的5点半 就陆续有下班的员工走出大楼 刘荣裕和妻子都是这家企业的员工 夫妻二人也按时放下手里的工作走出办公室 一起前往托儿所接孩子放学 刘荣裕说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平日终于可以和家人共度傍晚的时光 并且入职8年以来 也第一次有机会修满十多天的年假 其实退근해도 孩子们快要睡的时间 但是退근后一起饭都吃得到 孩子们下降到玩具 去到玩具 所以家人和一起 比较多了 据企业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介绍 他们为电脑设置了自动关机程序 下班前十分钟会进入黑屏倒计时 在加班时间严格受限的同时 员工们白天吸烟聊天喝咖啡等非业务行为 也受到严格限制 比如吸烟室的门仅在五间时段才会打开 办公室里每天播放两到三次广播 提醒大家专心工作 下午划定出两小时的深度工作时间 用于集中处理业务等 记者了解到 还有企业允许员工弹性安排工作地点 以便他们随时投入工作 比如在办公室里自由选择工位 或是利用共享办公室远程办公 长时间 근력的组织 终于缘谈 最少少终于努力 韩国长期以来以加班大国著称 每年的人均工作时间 比经合组织的平均值 多出260多个小时 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 给韩国带来了过劳死 自杀率高 生育率低等社会问题 并造成沉重的医疗负担 去年韩国政府修改劳动法 推出每周最长52小时工作制 希望通过立法形式来扭转这一局面 企业管理人员如果违规 将面临2000万韩元 约合11.9万元人民币以内罚款 或是两年以下监禁 按照推行的时间表 接下来减少加班的制度 将从300人以上的大企业 推广至中小企业 并适用于制造业 运输业的一些特殊工种